現在要來做一下一些介紹 是在發工劇團裡面 然後測試中 那有一個活動是國王節 那這個表單做起來是怎樣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會提供給一些家長 填寫報名表的地方 那主要的分頁是以對象來做分頁 所以第一個是對象是愛奇爾 那這邊就要輸入愛奇爾的姓名 比如說是 然後有星星的地方都要填 那生日的地方是使用日期的格式 那因為是活動 所以需要身份證來做保險 那他如果格式輸出錯誤的時候 有做一個檢核 基本的檢核 那如果輸入完對 那這邊是看 那如果這個家庭有超過一個愛奇爾的時候 就要點4 就是進入其他愛奇爾的報名 那沒有的話就要選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選4的狀況 好繼續 選4的時候就會跳來1-2 一樣是對象是愛奇爾 那就可以去填資料 那這個可以做 就是把它收集進去 好 那我們先返回一下好了 好 那如果我們選佛的話呢 佛的話 繼續 佛的話 他會直接跳到對象是家長 表示他只有一個愛奇爾而已 所以這時候就要填家長的姓名 那一樣 如果父親要去的話 一樣要填生日欄位 那這個日期他也是可以用選的 點這個箭頭就可以用選的 那也可以用輸入的 那一樣 需要填身份證 好 那如果母親也需要參加的話 母親的欄位也要填一下 好 那如果母親也要參加的話 好 那父親跟母親填完之後 就要看他愛奇爾的家庭 是不是有其他的手足要報名 如果有其他手足要報名的話 就點這個有手足要報名 那如果沒有手足的話 有長輩的話 就點這個 那以這個為優先 就是 如果有手足要報名的話 就先點這個 那你如果繼續的話 就會挑來對象是手足這邊 那我們先返回一下 如果你選擇第二個長輩的話 繼續的話 就會挑來長輩這邊 好 那有可能有一些長輩想要參加 好 那我們假設返回 我們假設有手足參加 但是沒有長輩要參加 有手足參加的時候 我們來寫一下 這時候就要填手足的姓名 好 好 那就填他手足的姓名 好 那這個如果填完的時候 看有沒有其他手足 如果有的話繼續點手足 沒有的話有長輩就填長輩 如果都沒有的話我們就選沒有 好沒有其他人報名 繼續 那沒有其他人報名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跳來聯絡資訊這邊 好 那比如說他是填 父親或母親都可以 那需要填一下聯絡的電話或手機 那格式在上面 手機和電話格式在上面 那目前是沒有做 驗證的地方 那他需要輸入他的mail 這裡的驗證格式有點問題 我們稍微改一下 是電子信箱沒錯 那這裡不要用驗證 我們先訪回一下 好這樣 填完之後我們按提交 好這樣就會把 他就會把資料 丟到這個 國王解放文表的這個 括號回應的欄位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就是 這個是我們剛才做的這一筆 王小書的資料 是把它已經 丟進來了 那丟進來之後 我們工作同工要做什麼呢 我們來打開這個資料檔的地方 好那資料檔的地方 剛剛有一些是舊的資料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把剛才 報名的資料抓過來 怎麼用呢 上面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愛寶貝 那選擇這個轉移表單資料 按下去 那這個在執行中 就要等一下 因為他的效能不是很快 所以可能要等一下 那他就會去 主動去把資料抓進來 那抓進來的地方 這裡會 他會自動編一個碼給他 表示 黃大叔這個 家庭有報名的 那他是報名四個人 那費用他會自己算出來 那報名人員這邊 我們也可以看到 比較詳細的資料 比如說R5的地方 我們先把這個 鎖定一下 好 這樣我們可以比較快可以看到 R5的地方 有愛奇兒一位 那他的父親 母親還有一位手足 那資料都會在這邊 那補充剛才的一點 我們這個報名條 要怎樣讓我們知道呢 我們會有一個 類似DM的東西 所以到時候就是公開 這個DM的網址 那我們會做一些敘述 活動時間 地點之類 那他如果要報名 他就去點我要報名 好就會來這個表單這邊 那 因為之前有看 舊的表單 裡面有一個項目是 志工 那志工呢 其實 不太適合跟家庭一起報名 因為志工 不見得這個家庭的人 知道志工的這個資訊 所以志工建議 是另外用一個表單來製作 那暫時是這樣 看還有沒有什麼需要修改的 在這製作章 有一個標誌 那樣 我們要去製作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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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